各位朋友 天津市的觀眾朋友們 我忠心地羨慕你們 活在天津的人光荣 没别的说的 首先登台 向各位问候一声 大家晚上好 今天非常高兴 主办单位给我一个时间 能跟大家见见面 在这给大家说段评书 这是我很久以来期盼的 没想到今天真实现了 不过倒是不太好走 一场大雪开车五个小时 到现在我晚饭都没吃 京剧曲艺联媚演出 这个事还不太多见 因为说书的唱戏的 打把是卖艺的 都是一家人 今天我能在这个 乌盆地的大戏前的做个电场 这也是我非常高兴的事 因为咱们都是一家人 有什么呢 咱就说什么 有一件事啊 我这心里想了 一直想着现在去 也没有结论 什么事啊 跟您汇报一下 2004年的五月份 我到辽宁电视台啊 去录制评书 下了车安顿好之后 我上大街一转悠 哎呀 铺天盖地啊 全是宣传的 什么事啊 四大天王之一 刘德华 在沈阳要搞歌唱会 在五里和体育场 铺天盖地的宣传 我一看巧了 刘德华也来了 刘德华大名鼎鼎 谁不知道啊 可惜我没时间去 等演完了结束之后 我得了解了解情况 我得一问可了不得 太了不得了 五里和体育场五万多人 坐无虚席 票价是1881张 一票难求 据说就那一天 因为人太多了 赤公安局怕出事 出动的四千警力 维持秩序 怕出事了 全是电堂的 辽宁经济团的 沈阳经济团的 体育团的 电门厂 最后刘德华上场 这事啊 就出到这了 这刘德华呀 那天晚上 一身白色大礼服 是金线盘花 输的那头型也特殊 是从天而降 刘德华这一登场 刷 灯光就变了样子 人家从香港在来 世界一流的灯光音响 刷刷刷刷刷 冒气泡 碰碰碰 大刺花 东当创二踢脚 可了不得 刘德华小步往排口上一走 把手一刀 雪阳各界的朋友 大家好 这就叫掌声雷动 不仅掌声雷动 就形成人群之中 二十多个 少妇长女 丢车了 马上找一二零 一二零来了 就急救拉出去上医院 扎罐子扎针 扎扁闭 住了三天院 一算四千八 什么也没听到 你说冤不冤 据说呀 还有个姑娘 这姑娘哪个单位 咱搞密不说 趁着混乱的时候 撑 穿上了舞台 以献花为名 摟着刘德华的脖子 奔来个case 刘德华也能愣了 后来警察上去 把我抓起来 摇乱治安 拘留七天 切子 这女的还乐着 拘留几天 七天 七天嘛 便宜 因为亲着刘德华了 哎呀 这圣谎啊 难以形容 哎呀 我想什么 我说了 大半辈子 听书 五十五年了 我就没记得 有一回我一登台 没有过 我也想我这些同人们 大家说相声也好 说评书也好 一登台底下 没有 总结一下什么原因呢 可能我的功力还不够 没有那么大的号召力和写力 于是我就下定决心 在我没死之前 我要加把劲 多当我一登台 写凭夏文底下 我就功德圆满 那位说你说的那么热闹 这真是假事 实话跟你说 我瞎编的 不说不笑不热闹 大家笑我之后呢 我今天这是什么角色呢 我说一段故事 无盆记 这个戏也跟您说 1949年解放之后 文化部有个通知 属于禁系 说书就属于禁书 说还宣传迷信 封建的东西 毒害群众 不能说 于禁就是几十年了 所以说书就忘了这个书了 那个听书的好 看戏的好 也都忘了 尤其是咱们年轻的一代 你说六零后 七零后 八零后 九零后 可能一批这五盆地 都有点陌生 为了让您再看点大戏 看点明白 我先把这个故事 梗盖呢 大意跟大家介绍介绍 大家欢迎吧 话说大 翻个账本一看 东塔湾村的 有个叫赵大的 欠他一袋柴会欠四百文 有时候心里不高兴 心里说这账欠了我三年没给 今天我去讨债 说上柴文组织拐杖 张别谷就到了东塔湾村 都找到这个赵大的门前 一看嘛 变样 三年前的时候 李富强 小柴文 现在 专请黑文楼 往里头瞅一眼 奇迹的房子 我想错了 这这谁家这是 没错呀 跟邻居一扫听 邻居说了 没错 这就是赵大的家 发了财了 怎么发的财不清楚 哦 张别谷想你发财不发财跟我没关系 我是要债来的 光光光砸门 时间不大听里面说话了 谁啊 这紧往外走 你扎我什么呢 瞧这么厉害 叫人的闹心 说着门开了 张别谷一看 和出这人招大 招大变样了 三年不厌 原来 原来又肝子又瘦 现在身体发胖了 脑门的被晾 鼻子头闪光啊 咳嗽一声都良响了 天儿塌 哎呀 卖着四方步都放四棱的屁 张别谷一瞅 这也了不得 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斗粮 三日不见 刮目相看 现在跟变状了 张别谷过去说 我说张大呀 还认得我是谁吗 哎呦 张的哥 认得认得 哎呀 好几年不见了 里面请里面请 家里大 这媳妇出来了 苗眉大病 传愁果断 扩起 赶紧给泡茶 张别谷一摆手 算了算了算了 我这肚子吃的菜素了 喝不了茶 咱们直话直说 我讨债来了 三年前你欠我 一旦柴我欠四百文 对不对 哎呀 对不起啊老哥哥 我事太忙 我想给您送去 您来了 家里大拿钱 四百文拿来了 一过数 分门不少 他跟您烧着 哎还行 老头退兜里头 转身就走 赵大就送 吃完饭再走 不不不不 我是被草带来的啊 今后咱们两方便 各走各地路 送到这院里啊 张别谷往这墙根的一筹 放着一楼的瓦盆 因为那个瓦盆是黑色的 所以叫乌盆 哎呀老头看了看 你这盆不错呀 哎 这么办不 赵大 哎 这四百钱你欠了我三年了 怎么也得有点利钱 对吧 这利钱我不要了 我要挑个盆 为啥呢 因为人上了年纪了 老人呢 爱企业 腿脚不方便 我拿着街庙 你给我个盆怎么样 谢谢 您随便挑 咱家有摇 就烧这种东西的 这连傻眼都没有 您挑吧 那我挑了啊 挑了一个 我大小盆 刘文官赞亮 难道我走了啊 张维谷回家了 就在当天的晚上 发生事了 什么事呢 张维谷睡不着觉的 起 哗尿啪尿 把这盆搁到床底下来 似睡非睡 似梦非梦 这盆说话了 我说老张啊 你我无怨无仇 你怎么往我嘴里的撒尿啊你 张维谷一顶下得好像没蹦起来 谁说话 我这孤苦伶仃就一个人啊 跟谁也不靠着 哪有人说话呀 我谁啊你是 我呀 我就在你脚底下里 你看 盆说话 何必把这个张维谷给吓坏了 混费天外 下得皮乳晒康 谁不害怕 搞你我 咱也得害怕 不过老头心正 稳定稳定 这才说 我说你是哪方的妖怪 你可别吓唬我呀 我从来没做过亏心事 我也没坑害过人 你怎么会说话 饶人家呀 我有十大的冤屈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评书类说书类微信公众平台 首先我们打开微信 点击右上角的加号 点击添加朋友 点击底部的公众号 然后输入评书9 评书9 然后点击搜索 点击评书收听 然后点击关注 再点击底部的这个菜单的评书说书 这里都是评书说书类节目 等你来看